我应该是最后一个收到手机的 我是16号下载单 到今天已经是11月6号了 16号20天才收到这个包裹 但是中头是改了一下进单 把黑色改成蓝色 所以这个包裹到现在才收到 20天 应该是最后才收到一个人 OK我们今天打开这个包裹看一下 果然这包装设计的还是有点意思 这是一个整个这套盒子 这个过来 然后把它放在里面 就是外面外箱跟里面的箱子 是封装在一起的 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好 这样打开以后就可以拿出这个 这个iPhone很沉 这个设计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设计还是不错的 好 这个就是iPhone 12 Pro 这个是128G的海蓝色 重点真的还是蛮沉的 还没有分量的 应该是全网最后一个收到手机的了 生产日期是2020年的 就看不出来 只是生产年期没有日期 正经年期 OK 好吧 我们现在打开开箱看看 好 一次开以后 它直接就 两边就开了 OK 好 我们现在接开盒子 看得不错 现在拿开手机 手机里面就是这个膜了 这里还有一个净网的试用 OK 看得不错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视觉线 加一个卡针 还有几张 还有一个贴纸 其实这个贴纸从来就没用过 我不知道这个贴纸贴哪里好 好吧 还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产品的标签的 二维 一个什么条码 还有三包的凭证 OK 这些就正常了 这那个相机 还做了一个凹槽进去 卡了一个相机的 这样子 我们再还接开手机的最后面纱 深海蓝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比那个12的蓝色要灰一点 没那么难 这是电源键 这个硬件大小键 这个金硬件 这是卡槽 OK 来 123 OK 接着了 好,我们现在开机设计 选择语言 我们剪辑中文 好 快速开始 继续 这个以后吧 好 拒一网 可能需要几分钟激活 我们等一下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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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顺便把这个角度开始使用 继续 现在顺便把这个角度开始使用 现在顺便把这个角度开始使用 试试器的验证码 继续 同意条款 显示iPad的密码 对着iPhone说 Hey Siri Hey Siri 请说 Hey Siri 发信息 Hey Siri 发信息 请说 Hey Siri 今天天气怎么样 Hey Siri 今天天气怎样 请说 Hey Siri 计时三分钟 Hey Siri 计时三分钟 最后请说 Hey Siri 放点音乐 Hey Siri 放点音乐 Hey Siri 已就续 这个原材 原材显示 就是根据光 环境光线条件 自动调整 以在不同环境下 保持色彩 显示一致 您稍后 您可以稍后再显示 亮度中显示更换 现在查看 不使用色彩 原色的效果是这样的 不使用原色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 OK 外观 从iCloud里面 恢复东西要时间很长 所以要再等等 好 终于 数据恢复过来了 看见我所有的 各个账户 有 有限账户都导过来了 所以 恢复数据的话 什么都恢复过来了 胆线全都 所有信息都导过来了 这个比较方便 看一下图片里面 是不是都有了 用针的手 哇 17年 难怪这么慢的 还有视频都导过来了 OK 微信也有 所有的软件也导过来了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是iPhone6 第一台苹果手机 这个是第二台苹果手机 所以 所有的 一些 数据 备份过来的时候 就全部把一些 包括程序 包括你的用户 用户账号 密码 密码就不知道 这用户账号 全部导过来了 就是这个手机上 已经用的什么东西 只要有 只要有备份 它都会导过的这边来 这个还是可以 看我的软件 以前都没有的 它们都导过来了 这个软件都可以用 直接导过来了 这就已经装好了 好 这个就是 我们的 手机 开箱的一个过程 然后 把数据 从旧的手机 导过来的过程 这个导过的过程 差不多花了 快 快一个小时吧 真的花了很长时间 才导完 OK 好了 这个我们的视频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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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